再来看看流程控制中比较难以掌握的循环语句 循环语句 咱们首先接触第一个 就是will语句 当对英语就是当 它的逻辑关系是这样的 当我们执行到will语句的时候 首先要计算表达式的值 如果表达式的值为真的话 就执行语句 执行这个大括号里的语句 如果表达式为假 就不执行大括号的语句 跳过整个will结构 执行后面的语句 有些同学说 对呀 这不就是义符吗 跟义符非常相似 只不过呢 如果它是真 如果是真的情况下 执行完语句之后 不会跳出 而是返回判断表达式 再次计算表达式 如果表达式还是为真 就再执行语句 执行完语句之后 再来计算表达式 直到表达式为假 它才跳出整个语句 它就是一个反复执行的 意思 执行计算表达式 执行语句 执行完语句 又计算表达式 will循环 就是做了这么一件事情 举个例子 比如说 A等于6 B等于2 那么如果说 我在这执行 A大于B 然后我打印一个 Hello World 我们看一看 首先计算这个表达式 为真 6大于2 这个是为真 那么它会执行这个语句 执行完这个语句 再计算表达式 当然还是为真 一直为真 那么它就会打印 计算 打印 计算 永无止境的 这样进行下去 永无止境的进行下去 除非我们强行将它终止 但是有的时候 这个表达式的值 可能不一定永远为真 比如说 我们看看这样一个结构 一开始 这个表达式是真 但是呢 随着时间的进行 A在减少 执行一次 这个语句 A就减少 那么它是 6 5 4 3 2 它只能执行 4次 再一次 等A等于2的时候 这个表达式就不成立了 那么这个循环的次数 只有4次 整个表达式就不用占定了 4次 3次 3次 1次 3次 3次 5次 5次 譬如我们想要从1打到100 我们可以这样写 我们分析一下i的初始值是0 那么这你要看清楚了 可能大家看这种式子比较累 我说一下 这里不是用i加加 不是用i 不是用i再和100进行比较 是用加加i和100进行比较 是用加加i这个表达式的值和100进行比较 那这个表达式的值呢 最开始的时候第一次i增加了1 而加加i是加后取值 是i增加之后的值 所以加加i一开始也是1 那么最后一次成功呢 它小于等于100吗 最后一次成功 加加i的值 因为我们是用加加i和100比 不用考虑i是多少 加加i的值一定也是100 那这打印的是i 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加加i肯定和这个i是相等的 加加i是1到100 那我们这个i呢 也是1到100 从1打到100 比如我们想打印10个hello world 那我就可以这样做 这个执行几次呢 很简单 我们是用i++和10比 不是用i和10比 i++的起始值呢 是0 因为i的起始值是0 那么第一次执行的时候 这个i++的值 加前取值 肯定是0 i是1了 但i++仍然是0 终止条件呢 你想一想呀 这个i是每次大1的 那么i++每次肯定也大1 最后一次成立 肯定是i++等于9的时候 从表达式的角度上讲嘛 这个式子如果还想成立的话 左边这一个表达式就会最大是9 最大是9 0123456789 0到9 这个循环执行10次 第一次的时候 i++是0成立 最后一次i++是9成立 再往后就不成立了 10次 所以我们一定要掌握 表达式值的这种概念 你心中要有这个概念 这是用i++的值和实比 不是用i和实比 这样你分析这个循环的次数 就不会搞错了 然后呢 我们再来看看一个熟悉的关键字 或者说是以前见过的关键字 break break表示什么呢 break在循环当中表示 跳出 循环 跳出循环 当程序执行到break的时候 它就跳出了 跳出了 跳出循环之后 比如说跳出循环 我们输出个什么东西 我们可以输的比较这个 有特点 一看就知道是跳出了 那么这个循环呢 实际上只会执行一次了 因为执行到hello world之后 就会执行break 实际上只会执行一次了 如果我们想让它多执行几次 我们可以这样写 如果 如果 i等于 5 break 我们想象一下 第一次执行 i++是0 i是1 那么第五次执行的时候 i就等于5了 那个时候break 单一一条语句的时候 括号可以省略 可以省略 但是呢 我们把它加上来 我们再看一下 千万别以为break是随便的跳出一个括号 千万别以为它随便的跳出一个括号 它不是跳出eve break只会跳出循环 只会跳出循环 和switch 所以当执行到break的时候 它不是跳出eve 它是跳出vill 它是跳出vill 一定得想清楚这一点 它无视eve 它只用来跳出循环和switch 好我们看一下 打印了第五次之后 打印了第五次之后 程序呢 这个表达是成立 程序执行到了break 跳出了循环 与break相近似的是continue 比如说这个设置 i++小于10 i++小于10 然后呢 我打印i的值 这个循环执行10次 因为第一次的时候 i++是0 最后一次的时候 i++是9 所以呢 一共是10次 0到9 10次 那么第一次i++是0 i是1 最后一次i++是9 而i呢 是10 它是从1打到10 这个时候呢 这个时候呢 如果我执行continue的话 i等于5 contin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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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ntinue表示什么呢 表示 跳回到 表达式计算 什么叫跳回到表达式计算呢 我们说 will循环就是 计算表达式执行语句 计算表达式执行语句 但是如果执行到了continue的话 后面的语句就不执行了 就不执行了 它回到表达式计算这一步 它回到表达式计算这一步 那我们想一想 当i等于5的时候 当i等于5的时候 这时候本来应该打印5 但它没有打印 执行了continue 它就回到判断 它就回到了判断这一步 那么这个时候呢 i加加就会等于5 因为i等于5 i加加等于5 它仍然成立 成立 然后再判断 i就是6了 是6表达式不成立 所以它继续打印6 那么下一轮是7 也会打印 它就把i等于5的这一次 跳过去了 如果你觉得我刚才说的 比较快的话 你自己好好地再分析一遍 可以把刚才的内容呢 再听一次 这样它就只会打印 1234678910 它会把5给跳过去 有人说continue是 结束本次循环 结束本次循环嘛 这个printi就不打了 进入下一次循环 结束本次循环 进入下一次循环 哎 5那次不打了 打6 好像也是对的 但实际上呢 并不准确 并不准确 比如说 如果我是这样写的 我这个程序改一下 我把i加加呢 写在 这里 当然这样写的话 好 我们就写到这里 那么我们起始值呢 是1 这写小于等于10 那么i的值就是1到10 这儿i的值就是1到10 那么这儿打的也是1到10 也是1到10 对吧 但是呢 加了continue之后 我们看看效果 它是不是跳过了i等于5这一次 为什么它打到4之后 你看程序没有退出啊 它卡在这里了 它为什么会卡在这里 程序不退出 仍然在执行 而且是死 死循环 停不下来的循环 就叫做死循环 比如我在它执行continue之前 做一个打印 比如我在这儿打一个星 我们就能看得特别清楚 它是个死循环 退不出来的循环 我们看一下 速度非常的快啊 为什么会这样呢 为什么会这样呢 为什么它在打印完1234之后 就卡死了呢 就不断的循环 它退不出来呢 因为i等于5的时候 它执行continue 它并不是进入下一次循环 去打印6 它是回到计算表达式 当它回到计算表达式的时候 i的值仍然是5 它把i++也给跳过去了 仍然是5 5仍然小于10 那么成立 成立的话 这儿还是5 这儿还是5 还是真 它又执行continue 又回到这儿来了 continue是跳回到表达式计算 你不能简单的说它是结束本次循环 进入下一次循环 但是这句话大家不妨也记下来 因为在很多的时候情况下 尤其是我们把这个i++写到上面的时候 它确实是结束本一次循环 进入下一次循环 我们不妨做一个练习 使用will循环 使用will循环 从20 19 18 一直打印到1 看看你做得到做不到 好好的动动脑子 要从20 倒退的打印到1 我们可以这样做 对 一开始i是20 那么我们应该写i++小于 不对 应该是i--大于0 因为i--的起始值是20 是减钱 是减少之前是20 中值呢 我们设在什么时候好呢 只能设在1 那就是20到1 正好是20次 正好是20次 那我们输出呢 我们这样输出 百分之 因为一开始i是 i--是20 那么i呢 就是19了 就是19了 所以我们这样呢 可以输出i加1 输出i加1的值 我们看一下 从20倒着打印到1 如果我们对式子进行一点修改 比如说我要规定 不许打印7的倍数 不许打印7的倍数 那应该怎么做呢 在20到1之中 不许打印7的倍数 那就是14和7 你自己先想一想 如果你想出来了 或者你实在想不出来 我们一起来看看 可以这样写 如果怎么才算是i加1是 我们要打印的是i加1 对吧 怎么才算i加1 是一个7的倍数呢 余胜7 等于0 那就是7的倍数了 那就让它在等于7的倍数的时候 我们把它 跳过去 我们看到呢 这样就没有打14 也没有打7 VL循环有一个近亲 叫做DoVL循环 DoVL语句 DoVL语句是什么结构呢 是这个样子 它的结构是这样的 最后要加一个分号 要加一个分号 它是首先 对 这就是先打后商量 先打后商量 首先它会执行语句 再计算表达式 如果表达式成立 那就再执行一次语句 计算表达式 直到表达式不成立 退出 那么这样一来呢 如第一遍这个语句 这个语句的第一次 是一定会执行的 如果表 执行完毕之后 才判断表达式 如果表达式不成立 从第二次开始不执行 第一次是 无论如何都会执行的 这就是度未有语句 和未有的区别 我们看一个例子 比如说我们写一个对度未有的语句 咱们写一个 对 这个语句明显是一个 表达式是完全 为假的 但是呢 这个语句仍然会执行一次 我们看一下 仍然会执行一次 这就是因为他是先打 后商量 break呢 和continue 他的应用在do wheel里和在wheel里是一样的 在do 在break里面 他表示的是退出 break表示的是退出 退跳出循环 跳出循环 本来应该反复执行的死循环 停不下来的程序 循环 称之为死循环 但实际上 他只运行了一次就退出了 就是因为break 那么这个呢 应该会执行 11次 如果没有break的话 他应该会执行11次 因为他先执行了一次 判断有10次成功 有10次成功 又会执行10次 又会执行10次 如果我在后面加一个打印数字i的话 那这i应该是 0到11 0到10 正好是11 我们加上continue的话 如果i等于5 我们continue 它仍然是 跳转到计算表达式这一步 当i等于5的时候 他不会打印 他直接来计算 计算仍然成立 但是这时候呢 i就变成6了 因为计算是有i++ 到6的时候呢 这就不成立了 他就会打印6 他会跳过打印5这一次 他会跳过打印5这一次 就会打印5这次 1 2 1 2 2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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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